永久不变的解药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一切的宗教 难道最终不都是把你带向天堂吗 很不幸 这在今天是一个大众通行的误解 在正直正确盛行的当代 许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 你有你的信仰 我有我的信仰 但总是殊途同归 朋友 不要被欺骗了 神的道远高于这一切宗教的乱象之上 在神所漠视的话语中 我们寻着对人性根本问题 罪 那永久不变的解药 这答案是在神至爱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身上 上述引用的经文告诉我们 它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 这正与蒙蔽了许多人的误解相反 不像许多忽视或罔顾罪的信仰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要进入天国 我们的罪必须先得到赦免 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来 死在十字架上 除去了本应该是你该受的罪的刑罚 你只要信靠他 此外 主耶稣就是神的真理 神愿意我们认识他的一切 以借着他的爱子向我们启示 见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十节 通过主耶稣 我们认识到神是一位满有慈爱 温柔和怜悯的神 与此同时 他也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 换句话说 神爱罪人 但他们若拒绝接受 他提供的方法 通过信靠耶稣基督得蒙赦罪 那么 神就会根据每个人个别的罪 来审判他们 最后 他就是永生之源 生命 如果你现在还未得救 你就还没有真正活出完全的生命 他离开天上 下来死在十字架上 以致你能得着丰盛永流的生命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人生若没有活到七八十岁 不算长命 通过信靠主耶稣得到救恩 这生命却是永恒的 没有接受基督为救主 生命就没有意义 朋友 当基督已经为了将你从永远的失丧中拯救出来 死在十字架上 为什么你还要短暂的活着死在罪中 在火湖中永远受苦呢 来悔改你的罪 今天就信靠他吧 你将得着永恒的祝福 好 好 有